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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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圆满的国报 究竟圆满是什么 正得清净发生 那才叫究竟圆满 没有正得清净发生 不圆满 虽超越轮回 也不圆满 这个死是真相 我们总得要想得 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 如果为六道轮回里面的佛报 那四正前足矣 你懂得断我修善 极供雷德 你决定得人天佛报 可是你要记住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要超越轮回 一定要正得清净发生 那是真的超越了 永远地超越 修行的起步 就是在 断我修善 这两状事情 我们要勤奋地去做 四正情 情是情分 要努力 认真地去做 佛说 这个四条 这叫正情 这不是写法 这是正法 那么什么是无 什么是善 必须要有能力辨别 善我的 根本区分 我们也不要说得太高 就在我们现前 这个境界里头 凡是为自己的 都是我 凡是为众生的 都是善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世间人有所谓 人不为己 天主地灭 这个意思 好像是说 人齐心动念 为自己 这是正常的 哪个人不为自己呢 为什么佛说 为自己是我呢 这是佛跟世间人说法 不一样 也就是 觉悟的人 给没有觉悟的人 说法不相同 佛为什么这样子 教给我们 常常听佛讲经 说法的人 自然的明了 佛给我们讲 这个设法界 怎么形成的 诸佛如来 诸一真法界 设法界怎么形成的 设法界 是众生的 妄想分别执着 变形出来 就是经上常讲的 一切法 从心想生 祝福 祝福如来 没有心想 所以是一真法界 受法界里头 有想 有念头 这个心想 这个心想 佛把他说 三个类别 禁思 尘杀无名 这三状事情 通称作烦恼 在华言经上 佛没有用这个名词 佛换了一句话说 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就是无名烦恼 分别承杀烦恼 职责就是禁思烦恼 你其这三种烦恼 就把一真法界 变换成设法界 设法界里面 有四身六反 六反 通称为六道轮回 这个是很不好的境界 六反 六反的轮回境界里面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特别是 以言中的执着 金刚经 大家都念过 古特给我们说 这部经文字虽然不多 只有五千字 他分上下两部 上半部 佛教我们立向 立向是立执着 下半部教我们立近 立近是立分别 你能够立向 无我向 无人向 无众生向 无受者向 六大轮回就没有了 超越了 所以超越是吗 他还有分别 还有经 如果把四剑要离开了 无我剑 无人剑 无众生剑 无受者剑 他就超越四法界了 四圣法界超越了 这样才能够 正得一真法界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自然就觉悟了 为什么说 佛舍 起心动念为自己 这是我 其心动念为自己 着相 我相 坚固执着 我相 换一句话说 你永远脱离不了轮回 你说这是善事物 所以人 起心动念为自己 这个心是轮回心 这个心处理不了六大轮回 佛教我们 首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转起来 我起心动念为众生 起心动念为佛法 把这个观念换过来 这换过来 随有分别 你有能力超越六大轮回 你至少能够提升到 四圣法界的境界 如果你连四箭都破了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是法身大四了 你超越是法界了 佛师依据这个道理 这样的四十真相 来教导我们 他教的没错 佛门当中常说 众生根性的利盾 哪一种叫利根呢 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 明文利阳放下 无欲六成放下 贪嗔痴慢放下 这个人是利根 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 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 顿根的人放不下了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是轮回的根 自私自利 明文利阳 无欲六成 叹嗔痴慢 决定不是好东西 世间人偏偏贪爱 这个贪爱叫迷惑 我们学佛的人 听了佛的教诲 要觉悟 要回头 决定不受迷惑 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罪业 已经有的要断 没有的要防范 决定不能让恶念生起来 不决定不可以有恶的行为 如果有恶念 有恶行为 现在不管怎样 包装的好 过不了几年 三途地狱去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要重奢侈 不重表面 我们帮助自己 就是完全放下 这个身体还在世界 要好好利用它 佛门当中常说 借假修真 这身体是假的 真是什么 真是明心见心 真是一真法界 我要借这个假身体 在这个几十年当中 修 是修正 把所有的错误都修正过来 提升自己到一真法界 这一身呢 你就没有 不要来了 你这一身呢 真的有意义 有价值 如果不能够提升 超越轮回 其如一真法界 我们这一身 依旧是最深梦死 糊里糊涂 过了一辈子 这个生命结束之后 又去投胎轮回了 佛给我们讲 来生投胎 能投人生 很稀少啊 大多数到哪里去呢 到魔鬼地狱出身去了 所以人能保住人生 来生还的人生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懂得断我修善 才能保住人生 要想超越轮回 超越十法界 你就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 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那一种的形移 就是佛菩萨的形移 那是诸佛如来的生活 对这个世间 一切法 一尘不然 人家生活简单 他不识 得不到明文理养 他生下来就得到 他生下来是王子 他要不出家修行 他将来做过往 继承他父亲的位置 古人所谓的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他什么都得到 人家放弃 写掉 做个我们看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养 释迦牟尼佛真的放下了 表演给我们看 不是假的 放下五欲六成的享受 放下贪嗔痴慢 他做出来了 那个人 真正旧的人 那个人叫佛陀 那种人叫菩萨 那种人不在舍法界里面 活宽六道 这是我们要学的 这叫真应舍佛 断屋 要如 世尊 那样的断法 修善 也要如 世尊 那样的修法 世尊一生 修什么善 三中不识 财不识 世尊 没有钱财 用身体 身体是内财 用身体 为社会服务 这是说于财不识 用身体 用体力 每一天到处讲学教化众生 这内财不识 教学的内容 是帮助人开悟 帮助人 教导别人 断我修善 教导别人 破迷开悟 法不识 慰问一些苦难众生 给他们生活 融成一拼 让他们生欢喜心 无微不识 释迦牟尼佛 一生做的事业 他教菩萨 六度四射 他源源满满 做的 一生当中 表现是敬意 他的四射 是多元文化的 社会教育 从世心 臣服 到历去这个世间 四十九年当中 没有一天休息 天天在教化众生 天天讲经说法 这是真情 我们应当要 知道学习 所以学佛 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每天供养 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看到了 要向他学习 学不到 要生惭愧心 要认真努力 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 这一段的意思 还没有讲经 今天只是个断窝 后面两条 是修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